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開始 看到我這樣子分開全是OK的 那我們這次不要去調查 最後我們來想一下這個暗號 請跌起來是跟這個一起跌嗎 好 我剛剛有抄嗎 對 我剛剛有抄到完整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就好 那它應該也是英文字母的順序 那我們就來寫一下 R E R E D R E D 第四個是什麼 C 第五個是O 6 N 6 7 7 4 1 8 4 S 我英文很爛 所以不要問我什麼意思 底下還應該會解釋 好 得到的暗號是 我找個地方放下我的紙 R R R E D R E D C O N E C O N E S OK 紅色的交通錐 門的旁邊堆著的交通錐 去稍微調查看看好了 拜託 這一次一定要在這裡 你幹嘛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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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欸 吊飾啊 找到了 太好了 那是 什麼 欸 這 這是 欸 是奮起點嗎 嗯 沒什麼 還是非常珍貧的東西 欸 欸 沒什麼 啊 沒什麼 很張對吧 雖然很舊的 但是 是我最寶貝的東西 是我 是我 是我自己太沒用了 總之 東西你也找到了 這樣今晚 可以放心地睡了 還不行 嘿 你 不是還沒找到嗎 什麼東西還沒找到 這個聲音 好了 快點找吧 欸 所以我們直接 直接去找嗎 欸 他只有幾個 十個存檔好吧 欸 這個已經沒有 沒有作用了 我們 我們直接去找嗎 好 既然他叫我去找 好 我們已經找到了 自己的 吊飾了 在 來直接吊塔這邊 看會不會有 不一樣的 結局號呢 會有不一樣嗎 什麼 都沒有 欸反應不一樣了 欸欸 你要看看他有屍體嗎 欸直接跳來這裡了欸 而且白天了 隔天早上 鹽屋同學 上吊自殺的屍體 被沉澱的 體育社員們發現 同時 我也被安全帝 保護了起來 當我清醒時 已經躺在病院的床上 想當然的 鹽屋同學 上吊自殺的事 成為了學校的話題 我當時偶然在場的我 也成了人們 好以正直的關注焦點 這次的事件 之所以會引起 如此大的騷動 一方面是因為 人們懷疑 鹽屋同學的屍 與霸凌有關 另一方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鹽屋同學的屍體 被發現時 似乎已經死亡了三天 然而鹽屋同學 在我去體育倉庫的那天 以及前一天 他都很正常地來學校上課 嚇死我了 因為他走畫面好慢 我好害怕 每天 都應該有很多 學生出入的體育倉庫 為何會沒有人 為何會沒有任何人 發現他的屍體呢 他真的是死亡 他真的是在三天前 就死亡了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這三天 看見鹽屋同學的學生們 到底是看到了什麼 那一天 和我相遇的鹽屋同學 到底又是什麼 在體育倉庫裡 我所聽到的那個聲音 那個 鹽屋同學 用來上吊的繩子 摩擦兩柱 發出的 嘎吱 嘎吱聲 現在 也很清楚地在我邊回答 之後 我時常會想 搞不好 他一直在等待著 有人 可以找到自己吧 喔 OK 我沒有被嚇到 太好了 現在 他 是不是 還在等著我呢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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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進到前去 了 我真的好害怕 因為他轉畫面 他轉畫面的時候 好慢喔 我很怕他突然跑出恐怖的畫面 突然變這種畫面 還好沒有被嚇到 其實我偷偷的用一隻手 擋住我的螢幕 我超怕被嚇到 我們還有一個結局 我稍微偷偷看一下 考慮好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 解局是哪一個 嗯 擋一下好了 擋一下好了 他這個轉畫面也超慢 嗯 Ending 2 OK 那我看一下 那我們指示一下Ending 1 還沒有拿到 Ending 1的條件就是要找到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剛才找到的吊飾 第二個就是要和 點霧千果仔細的交談 之後發現聲音的原因 發現聲音的原因 OKOK 那應該就是我們剛剛找到 吊飾之後 要跟他對話嗎 沒看到 沒看到 不是欸 嗯 那 我先回到標題好了 嗯 好吧 那我決定 從頭開始 嗯 他這邊選擇好像沒有 喔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那個 嗯 那請走走關照啦 哈哈 好白色 好吧 這間 可是我全部到了 喔 有不一樣的對話了 呃 今天 你來這個倉庫之後 有沒有遇到 什麼人 沒有 就 對不起 看啦 捲走走看 有沒有遇到 欸 我剛剛這邊 沒有對話到欸 還真的有漏掉的對話 看來真的要每一個 每一個 呃 時機點 都要跟他 稍微問一下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 打開這個小盒具了 我們看一下喔 嗯 呃 時箱而已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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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我們剛剛有問過了 欸 不是挺好的嗎 欸 它不一樣了耶 原來我們只是剛剛才跳過剛才那一集對話而已 他現在反應已經不太好 你 真是個有趣的人 所謂的霸凌 坏人 欸可是通常都是弱小的人 或者是看起來 被大家認為好像怪怪的人 都會被霸凌欸 就是真的還蠻可憐的 明明大家都是一樣的 喔對還可以再對話一次啦 稍微看一下一下 喔對他這邊就只有不一樣 OK 太好了太好了 呃 這是應該 拜託喔 拜託喔 沒有 沒有 有了 找到了 太好了 那是什麼 這是 這是 非常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東西 啊 這個呢 是我小學的時候 媽媽做給我的東西 這是動畫魔女 呃 魔魯嗎 微妮還小狗 的娃娃 當時我很想要這個娃娃 但我家很窮 媽媽她 以沒有裁縫的天分 卻還是用羊毛沾 為我做了一個 我非常的開心 所以把她掛在書包上 帶去學校 但是 卻被同學笑說 這是假的 我開始了回家後 對著媽媽大脾氣 啊發脾氣 對不起 然後 我媽媽她 為了買一個新的給我 特地跑到很遠的店去買 途中 卻被捲入的交通事故中 就這樣死了 如果 我沒有對她發脾氣的話 就是因為我說了 新的比較好 所以 所以媽媽才 這個是 媽媽留給我的 最後的禮物了 真的一點都不像 看起來也只是一像 那隻小狗 看起來也像一隻兔子 真的 真的很笨 明明是那麼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會丟在那種地方 可是我自己弄丟的 是被藏起來的 總覺得 最近還班上的女生 無法下處得很好 有點 有點不能理解 欸 小浩 討厭啊 不要看到人家 一臉驚恐 真是失禮 浩 我們聽說了喲 成績沒問題吧 很糟糕吧 半島說了喲 不知道是誰 害得我們班 平均成績下降 小...小萌 這樣說的話 浩同學很可憐 這是事實啊 你們有沒有知己啊 每天一直這樣傻笑 造成大家的困擾 浩呀 運動和肚子都不行 還有什麼可去的地方呀 你難道 不覺得這樣下去很糟嗎 你努力的不夠唷 難道你以為 只要一直這樣傻笑下去 就好了嗎 這世界上 哪有這麼簡單 欸 小浩 這是什麼 你喜歡那個娃娃嗎 啊 這是什麼 好噁心啊 噗噗爛爛爛的 哈哈 真的噗噗爛爛嗎 也讓我瞧瞧吧 欸 這是重要東西啊 喂 金 你很喜歡玩解明遊戲 對吧 欸 那又如何 小浩她啊 深昏討厭讀書 我在想啊 如果為了找到重要的娃娃 她是不是 就會變得很努力 很認真的呢 蛤 什麼什麼 聽起來好像很有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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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你小金也 欸 不錯啊 好像很有趣 小浩也想玩 對吧 你這個 腦袋也會變好 這是一件雙雕啊 那就這樣決定喔 我們會在午休時間 把這個藏在學校的某處 放學之後 小浩就把這個找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 哇 這樣的話 老是傻笑的小浩 你可以變得 認真相勝了吧 不要擺出那種表情 看起來像是被我們欺負似的 就說沒問題的嗎 我們會留下暗號的 我這麼做的話 就不會好好認真讀書了 不是嗎 不就只是個遊戲 呃 不就是 不就是 是個遊戲而已 遊戲 放輕鬆 小浩 結果他也是被霸凌的 學生啊 常常會有 不知道在怎麼辦的時候吧 為什麼 我非做 這種事不可呢 那種人 只要發現有人比自己弱弱 就會把對方當笨蛋 是像個笨蛋 那種人覺得煩躁 煙霧同學 為什麼會被霸凌呢 這種事 不能問吧 嗯 對 對不起 說了些奇怪的話 沒關係 嗯 可以 再問一句奇怪的話嗎 煙霧同學 其實你很像魔女 嗯 摩魯嗎 摩魯嗎 摩 小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 又強又可愛的 摩魯 大概吧 我以前常常笑 有一天一定要成為 和她一樣的魔女 是啊 如果能使用魔法 或許就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選擇了 嗯 但是 我們並不是魔女 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雖然現在很痛苦 但必須更努力才行 魔女 媽 嘿嘿 真對不起 說了奇怪的話 不要取消我喔 能聽我說這些 謝謝你 沒什麼 太好了 這樣 今晚 可以放心地睡了 還不行 嘿 你不是還沒找到嗎 什麼東西 還沒找到 就是 你的屍體啊 這個聲音 如果是你的話 應該會注意到的吧 嘿 好了 快點走吧 我知道 只要找出來就可以了吧 那個聲音的原因 是的 快點吃好吧 OK 那肯定 肯定可以那個 爭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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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調查看看 應該不會有 口汙的畫面吧 我超害怕 什麼 都沒有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什麼都沒有呢 怎麼可能什麼都沒有呢 隔天早上 蓮霧同學上教之下的屍體 被承認的社員們發現 同時 我也被安全體保護了起來 當我清醒時 我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想當然的 蓮霧同學上教之下的事 成為學校的話題 而當時我 在場的我 也成了人們好以正直的關注焦點 這次的事件之所以 會引起如此大的騷動 另一方面是因為人們懷疑 蓮霧同學的死 與法令有關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蓮霧同學的屍體被發現時 似乎已經死了三天 然而 蓮霧同學 在我去體育倉庫的那一天 以及前一天 他都很正常地來學校上課 因為經驗的矛盾 讓蓮霧同學的死 每被作為一般報道 給刊登出來 我去成為立場怪談 被管為人知 每天都應該有很多學生出入 出入的體育倉庫 為何沒有任何人 發現他的屍體呢 然而 那一天 和我相遇的蓮霧同學 到底又是什麼 一直到現在 他的聲音 表情 顏值 我全部都還可以 清晰地回憶起來 難道 他是在等待 等待著一個 不會欺負他的人 發現自己 就列死完後 蓮霧同學 也要躲在那種地方 也許他真的太害怕 被霸凌了 我不得不這樣猜想 另外 之前 之前將我娃娃藏到體育倉庫的同班同學們 事後也到我家 向我道歉 雖然這麼說不好 但我總覺得 這是因為發生 掩護同學的事件 才讓Moss班上的同學 對我戲弄沒有演變成霸凌 我 或許是被他拯救了 但是 我卻沒有幫助到他 在我和蓮霧同學相遇的時候 他就已經 死了 如果不是在體育倉庫 而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時間點遇到的話 我或許 就可以拯救他 無論再怎麼想 我也知道 這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但我還是會忍不住 這麼思考 這或許只是我的置以為似 但是 即是如此 是啊 如果 能使用魔法的話 或許就可以有 更多不一樣的選擇了 那一天 在那個地方 拍他的相遇 拍他的對話 我肯定 一輩子 也忘不了 他不是 有 有 那可以 只認識 要按摩 去那種 比較靠 就覺得 有 要擠 這樣 又可以 好 然後 有 大 沒 好 就這麼差一點點就可以拿到真結局了 那其實這個故事呢其實我覺得還不錯欸 它結局的還蠻 還蠻不錯 但恐怖度的話其實是 還好的 如果對恐怖遊戲 沒那麼擅長的朋友其實 我是覺得這款遊戲是可以試試看的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它的封面的那種效果 那氣氛做得很好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跑馬燈跑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特點好了 它好像沒有說特點不能公開的樣子 好像沒有說 應該是可以公開的 好 剛好這在跑這個幕後跑馬燈 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貫徹單 它的牌壁要含衍的 常常很酷 不是 嗎 已經想替別理 Estado 來到這訪問 馬鏡 necessarily 順利拿到了2N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特點房間 不知道是不是特點房間啊 自己亂講 他只有寫通關特點 喔喔 好多亮亮 使用抹布打掃時不可或缺的水桶 雖然我覺得在學校進行實境解謎的遊戲是很開心的 不過不可以做會讓人困擾的吃優 雖然覺得可以躲在裡面或把東西藏在這裡 但卻是個沒有實用性的跳箱 印象中我小學時期很喜歡躲在裡面 我想到我以前也是很喜歡躲在裡面 結局和解謎時都沒有被使用到的可憐的桌球台 事實上我覺得可以爭到桌子下面的話也不錯 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欸 那邊有一本書欸 我先把亮亮的讀完好了 本作是一具單一地圖遊戲機 其中使用一個地圖構成遊戲的原則製作出來的極短篇遊戲 這是一不僅僅發生在體育倉庫裡的故事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呢 話說 作者還是小學的時候 最喜歡體育倉庫裡的電子山了 這裡面好像又什麼東西 就是個可以造成諸如此類恐怖效果的植物櫃 但本作並沒有使用 對此特別期待的玩家們真的很抱歉 儘管只是一個高台 卻不知為何練能感到興奮 因為這麼覺得所以就做了這個 喔 這邊是可以切換音樂以及BGM的欣賞還有表情圖一鍵 那應該是可以不用看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給玩家們 非常感謝各位下載了體育倉庫與魔女 並且玩到最後 只要調查一下右上角的紙張 就可以心掌BGM及表情圖 這個特點房間就作為遊戲的最終章 請大家盡情的享受 直到最後請開心地享受 好 請注意 有聲音耶 助者的聲音呢 喔 轉到三點 別人在這邊 作者是Jiggle 今回的遊戲是製作期間1週間 そしてPlay時間は10分から30分以内 を目標に作ったものです その通りになった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が 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ていたら嬉しいです 本当に最後にプレイし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実はですね このゲームはフルボイスで一人打った役 ないしは全ての役なので 全部7人 やっちゃおうかなっていうのもちょっと考え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流石に気持ちが悪いということで やめておきました 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せっかくなのでちょっと皆様に 私の声を聞い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って 今回音声で後期を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またですね フリームさんのデビューですとか あと私の方にメールいただいたりですとか Twitterでリプライなどで ご感想をお聞かせいただけましたら嬉しく思いますので どうぞ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それで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ー他本来是以 本作登場的角色的名称都是由Twitter上募集而来的 明明是用請到我使用你的名字 這樣簡單的名義來募集 却意外的得到很多人的報名 來參加募集的人們都記載在特別的感謝名單上了 當然遊戲中的人物無論是個性還是外觀 都和真實人物沒有任何關係請放心 然後所有將寶貴的名字寄給我使用的人們 我再次向你們致謝 好 蓮汙美琴千果 呃好看不懂 OK 就是大家的名字 非常謝謝你們 OK 那這邊還有本書 蓮汙千果的日記 好啊 X月X日 今天是我13歲生日 上國中以來第一次生日 媽媽不在後第一次生日 但是我很堅強 並沒有哭 終於習慣和爸爸的 欸 習慣和爸爸的兩個人生活 不努力不行 我也已經是一個國中生了 最近爸爸都很晚回來 我知道現在是爸爸工作忙碌的時候 也沒有感到特別的寂寞 只是 反正一個人在家也很無聊 每天晚上 要不要出門呢 媽媽還在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想像 有這樣的安靜的夜晚呢 總覺得非常地生氣 心情不好 喔 心情非常不好 老實說 我很討厭爸爸 因為媽媽時候才剛過一年 就已經被她遺忘了 說什麼 她可能會成為你的新媽媽喔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根本不需要我 根本不是我需要新媽媽 只是你自己喜歡那個女人而已吧 而且 居然才20歲 根本和我相差不到10歲嘛 真讓我噁心 從今天開始 是國中二年級生了 是二年四班喔 不只和朋友們分到不同的班級 而且班上同學好像都很笨 感覺很討厭 爸爸也說 要在今年夏天結婚 感覺這一年 都會讓人很不愉快 怎麼辦 總覺得腦袋裡 亂轟轟的 該怎麼辦 完全無法理解 一般來說 女生會打女生嗎 我嚇得連聲音 都發不出來了 雖然受的傷 還不至於需要去醫院 但 比起害怕 更讓我覺得厭惡 該怎麼辦 如果明天 再被那群人抓到的話 但還是得去學校 不去不行 不讀書的話 是無法卡上高中的 該怎麼辦 覺得特別討厭 這種事 應該 怎麼辦才好 如果媽媽還在的話 就有人 可以商量了 今天 非常的快樂 將好事情寫在自己上 心情可能會變好的 而且我還只有14歲 不容易不行 已經 還很年輕嗎 只想早點離開這樣的家 快點長大獨立 不想上學 不但待在家裡很不舒服 連放菜都不好吃 總覺得很討厭 從那個女的來到家裡以後 爸爸 都變得不像爸爸 真令人噁心 感覺好像跟陌生人生活一樣 真噁心 那個 爸爸 還有那個女的 都消失 就好了 怎麼這麼笨 我說了 不想去學校 被問到理由 我回答 會很麻煩 哪會被打呢 既然說這種小事 沒什麼吧 明明完全不知道 我每天是怎麼度過的 我已經連活著都覺得很麻煩了 為什麼不能理解呢 讓我變成這樣的 不就是爸爸你嗎 你都不關心我嗎 要怎麼做 你才會察覺到呢 明天放學後 又要被叫到老地方 真麻煩 真不想去 老是為了這些麻煩的事和傷心 生氣 煩惱 我簡直像個笨蛋一樣 啊 已經無所謂了 既然這樣 乾脆 乾脆 變得什麼都 感覺不到算了 要是能夠一直睡下去 永遠不要醒來就好了 難道就只能死了嗎 就像個笨蛋 不然 所有的一切 都好煩 要像網路上的人 一樣割完嗎 不許很有趣 真好笑 不 一點都不有趣 只是 太無趣了 好長喔 等一下 好一點長 哇 語音也好用心 對啊 那作者 他剛剛也有說 他本來是想要做成 呃 配音的 劇 的內容 可是他說他只有他一個人 就他要配七個人 他會覺得太麻煩 後來就 乾脆自己錄製自己的聲音 來 呃 表達他自己的一些感想 真的很 真的很用心 而且笑話 笑月和畫族也很用心 把他的這段內容呢 用文字來 呃 來 翻譯出來給 給我們看 夠了 你不用再回來了 頭好痛 已經不行了 誰來 救救我 誰都不想見 媽媽 為什麼你不在呢 誰來 後面應該 趕快有 OK 日鏡寫到這裡 欸欸欸欸 他跑出來了欸 如果 如果 我是魔女的話 大概會把大家 都殺死吧 或者我依舊不會改變 還是個 膽小鬼 最終把自己給殺死了 我不知道 這種假設性的問題 是怎麼想也無可奈何 畢竟 只要選擇過死亡 不管是要收復關係 或是重來 都做不到了 好美琪學姐 就算請我一次也好 如果能在死前 害你責傷裡面的話 你覺得 我的人生是不是 就會改變呢 謝謝你 謝謝你 真的覺得 好感傷喔 其實他也不是什麼 奇怪的小孩啊 也不是說 嗯 其實這種霸凌事件呢 其實每天都在上演 喔 我覺得 嗯 其實大家沒什麼不一樣啊 大家都是人 為什麼要因為人家 有一點點 也不是跟 跟自己不一樣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去霸凌別人呢 唉 唉 雖然這種問題 每天都在上演 好像沒辦法 去杜絕這樣的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遊戲呢 就玩到這裡的 我們三個結局 也都有拿到 好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 真的也不錯 如果大家 想要自己體驗看看的話 就下載來玩玩看吧 那他的恐怖度呢 其實也不會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玩 喔 我是因為真的太久沒有玩了 所以把自己 瞎得要死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 哇 就先實況到這裡了 喔 那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那 大家晚安 好 好